今天示范烹躁市場用杏汁白灰湯 材料 豬斑 洗净浸泡 喉口的水泡 鑊不足6成的朱肺 用河水煮出水 很多個 南橫和北橫 南橫是大南橫 北橫是小小粒 比例是1湯匙的北橫 配10湯匙的南橫 水可以再加 待會放涼 放在攪拌 放在攪拌 蟑螂 待會再看 豬肺煮的時候還未大 煮至表面熟了 切開 裡面有很多血水 切開之後 再放下去煮 煮至表面熟了 1個豬肺就剩下這麼多 裡面的水 煮完之後就有很多泡泡 這些內臟食物 都是家裡自己煮好 好像比較好 如果你出去吃 別人洗得不乾淨 你猜你會不會喝完這一鍋水 下肚子 好 待會打好痕汁 再看 頭兩轉 攪拌機 差不多會一轉都1升 或者1.5升左右 看你煮多大 煮多大 如果煮多大 再加水 用渣子繼續加水 磨到你想要的份量 表面上有點泡泡 下面的就是杏仁的水 我磨了兩轉 搭了渣子 渣子就不要也可以 第三转,我想做杏仁糖水,加少许糖甜甜的饮料 煮好了再看 杏汁的猪肺湯已经煮好了 当然我会煮,因为之前也试过煮过 但也很麻烦,所以没有整天煮 今天我看本集志,有个讲中医的人介绍 痰多色白,喉中作响吸不出来 半有胸闷及呼吸急躁等 治疗者情况需要化痰醋濕 家长可准备杏汁猪肺湯吸孩子 最好能喝汤饮料,喝汤食料 有助脂吸平喘,可自痰多气粗 我想是类似脂气管盐的小朋友也适合 我儿子也属于那一类 所以煮了这个杏汁猪肺湯 调味就加些盐,试味看看多少才够味 拜拜